一本书被两个女孩同时看上 她们互不相让 因为这是货架上的最后一本 这时达美似乎发现了什么 只见她从口袋摸出马内 就在女人疑惑达美为何会轻易放手时 却看到她从销售员那里拿起了同样的书籍 看着重新上架的书 女人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就在她自认倒霉排队买单时 新的接盘侠出现了 看到三人也在找这本书 女人谎称这是最后一本 好友抱怨她们已经找了六家书店 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缺有缺货了 女人慷慨地表示愿意把书让给她们 就这样女人不停捞回了之前的五千 还轻松地又赚了五千 而道山三人还在感谢女人刚才的忍痛割爱 这时达美听到了道山的名字 两人四目相对 她们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 为了不破坏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两人心照不宣地赶紧蹲下 好友帮到山换上干净的鞋子整理发型 达美也麻利地扎起马尾涂上口红 几人来到公交站 达美问道山你的车呢 道山解释昨晚在好友家过夜 那里巷子很窄不好停车 所以就没开车 自己也才会穿成这样 达美表示这样的装扮很亲切 生日里面的约束 道山愣住了 显然那是志平的生日 不生日不生日不生日 一队以上生日 那些人平均刺了 达美说明天要帮他完成 信中提到的生日愿望 道山只好傻傻地点头附和着 为了不让道山露出破绽 志平把自己的西装和手表借给他 并教道山一些基本的餐桌里 好不容易到了生日这天 道山又是笑料感 什么呀 什么事呀 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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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道山问志平是否想起了小时候的愿望 可志平根本记不起来 他叮嘱道山如果收到礼物记得说谢谢 这时达美出来了 还带了奶奶给小时候道山准备的礼物 那是那里面的那里面 那是那里面的 那现在哪里面的 那里面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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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平忘记自己竟然许过这种愿望 于是赶紧招呼道山的好友 把办公用品搬了过来 几人轻车熟路很快就布置好了 达美看到志平 哦 韩阴长님 你又来到这里吗 是的 非常关心的公司 我认为是在家里面的房间 我认为是在家里面的房间 达美拿出奶奶准备的权 说是送给以前的道山 看到一桌子自己爱吃的美食 志平愣住了 同时也想起了小时候的愿望 那是一年中秋节 达美写信问志平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此时电视上正播放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玩花牌 身为孤儿的她十分羡慕 于是写下我的愿望 就是跟家人一起玩花牌 想不到自己小时候随便写下的愿望 奶奶和达美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对达美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晚上道山送达美回家 她忍不住问达美你为什么喜欢我 你 我的第一爱 你不是 你的 你片子 久不久 我给你 道山听了很失落 因为如今达美看到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 她把衣服和车还给了志平 还跟她划清了界限 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达美的心 那么道山能否完成屌丝的逆袭吗 她要从这种地团里面的缺乏 她要用自己的胸口 她要用自己的胸口 我给你